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又有这短短的几分钟 可以陪你一起来读好书 为你选出的这一本书 是由保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 妈妈为儿子的祷告 这本书除了有作者为儿子的 77篇的祷告词 另外也收录了一些妈妈的故事 也可以说是一些妈妈 如何为孩子祷告的见证 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 这一位妈妈的故事 我相信每一位用心地照顾孩子 爱孩子的妈妈 一定都会有过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经历 那就是当孩子的表现 在某一方面 让你觉得很困扰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是吗 我们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在心碎和自责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来听听这个妈妈的故事 我的儿子波波在学龄前的阶段 只要我把车停进汽车贡城的队伍里 她一双蓝色的大眼睛 就扑素素地流下眼泪 这并非只发生在第一天 而是在往后的每一天 随着时间过去 她有些调整 渐渐喜欢她的班旗和老师 但也仅止于此 波波从不愿意接受小朋友一起玩耍的邀约 如果小朋友邀请她参加生日派对 我必须全程亲自陪她在现场 接着是幼稚园入学 老戏马不断地重演 每当陪波波踏入教室的那一刻 她总是泪汪汪 黏着我不放 有一天还没开始上课 她居然从学校的侧门开溜 随着时间过去 她慢慢觉得自在一些 小朋友一起玩耍的邀约 只能安排在我家 而且不能过夜 每个新的学年 每个新的主日学班级 每个新的团体 都引发波波产生同样的情形 我的心碎了 我自问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每晚入睡前 我都会带着波波一起读圣经 某一天我们读到约书亚的故事 上帝对约书亚说的一句话 进入我的心里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说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 必与你同在 我开始用这一节经文 为波波祷告 过了几天 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分享这一节经文 告诉她 上帝爱她和爱约书亚一样深 也要她和约书亚一样 刚强壮胆 勇敢地跨出脚步 结交新的朋友 到新的地方旅行 波波把这一封信贴在她的墙上 并且背下了这一节经文 随着时间过去 她开始可以到朋友家住几个晚上 但是退休会或是学生团契的活动 不再此列 除非就在我们家附近的场地举行 而且以过一夜为限 我继续大胆地向上帝祷告 求她赐给我的儿子 愿意尝试的勇气 就在波波15岁那年 上帝透过一个团契活动 开启了她说Yes的大门 那是一趟跨州的旅程 起先波波一如以往地拒绝参加 但是在她姐姐分享 那是她这辈子参加过最棒的一趟旅行 并且不断地鼓励她之后 她点头答应了 启程的那个早上 她紧张不已 在打开车门时 她又开始犹豫要不要下车 正当迟疑的时刻 她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好友们 终于下定决心下了车 我一面开车离去 一面从车窗向她挥别 我的泪水夺筐而出 我赞美主 她垂听了一位母亲发自内心深处的哭求 虽然其间历经了许多年 付出了无数的祷告 但是 主是信实的 那一张写着约书亚记一张九节的纸条 被小心翼翼地折好 放在波波的背包里 感谢主 透过她的话语和祷告 在波波身上动工 如今 十六岁的她 是个坚强 勇敢的青少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